欢迎加入21周镜子练习课程 第六周 释放内在的批判者 这周你要开始学习打破评断和自我批判的习惯 并超越看清自己的需求 今天看着镜子时花几分钟恭喜自己 你正开始爱自己 认可自己 或者至少愿意这么做了 无论你在这个过程中的哪一阶段 都为自己目前为止的进展庆贺一番 镜子练习做越多 你越能察觉自我对话 如果我要你播放你今天的内在对话论音带 听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内容 你是否会听见这样的负面肯定句 我很笨 我真是个大蠢蛋 根本没人问过我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不懂得替别人着想的人 你的内在声音是不是一直在挑剔每一件事 你是否带着批判的眼光看世界 你会评断哪样事物吗 你会不会自以为是 许多人都有根深蒂固的批判习惯 没那么容易打破 我以前也是从早到晚抱怨个不停 充满自怜的情绪 我喜欢在烂泥中打滚 不明白自己正在助长让我可以自怜的情景 那时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镜子练习非常重要 因为它能让你敏锐察觉 评断之词与负面自我对话 然后尽快释放你内在的批判者 除非超越看清自己 怪罪人生的需求 否则你没办法爱自己 还是个小婴儿时 你对生命的态度是如此开放 你带着好奇的眼光看世界 除非发生可怕的事 或有人伤害你 你如实地接受生命的样貌 后来你长大了 开始接受其他人的意见 并把那些意见当作自己的想法 你学会了如何批评 最后帮助了我的 是我开始聆听自己说的话 我察觉自己内在有个批判者 于是努力停止自我批判 我开始对着镜子说正面肯定句 虽然不是很明白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不断地说一次又一次 先从简单的开始 我爱自己 我认可自己 然后进击到 我的意见很宝贵 我放开批评自己的需求 我放开批评他人的需求 一段时间之后 我注意到正面的变化 开始出现 当你努力释放内在的批判者 一样会发现这样的改变 我相信批评会让精神枯萎 他强化了我不够好的信念 当然不可能带出我们最好的那一面 但是当你释放内在的批判者 就能接触你的高我 所以来检查一下 你是否正学着在脑海中播放正面的肯定句 你有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思想上 将负面想法替换成正面肯定句 借由镜子练习 你越来越能察觉内在的声音 以及你对自己说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放开那份时时刻刻 都要挑剔自己的需求 而当你这么做时 你会发现你对他人的批评也变少了 当你觉得可以做自己时 自然就会让其他人也做自己 他们小小的习惯不再让你那么心烦 你放掉了把他人变成你想要的模样的需求 然后当你停止评断他人 他们也会放开评断你的需求 每个人都获得自由 我们的感觉是正在活动中的想法 不需因为他们而有罪恶感或羞愧 那些感觉是有作用的 而当你从心智与身体中释放负面想法 你就能腾出内在空间 让其他更正面的感觉和体验进来 请对自己说这个肯定句 我现在释放内在批判者 走进爱里 我是安全的